大屏幕上的这一幕呢 是云南省昆明市小板桥镇宝像河边的一个周末集市上的一幕 这个老板娘啊 她今天带来两笼子的狗 那这些狗呢 近十只都已经被人买走了 仅剩下的这一只因为买家 嫌她太小 所以才没要 从画面上看啊 这只小狗 应该是一只宠物狗 那么这些狗是从哪里来的 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呢 老板娘对记者说啊 就在不远的一条街上 有一个点杀活狗的市场 她的狗 有时候就是那里的人来买 走了大概一公里左右 记者找到了刚才老板娘说的那条街 一进街口 就看见一位红衣女子 正把一条黄色的狗 拴在桥的栏杆上 左侧的这个黑衣男子 好像看上了另一条狗 但是在红衣女子和另外一个人的劝说下 最终还是决定杀之前那只已经拴好的黄狗 好像已经预知了自己的命运 黄狗在男子拿起刀走向他时 突然窝下了 黄狗发出了一声滴滴的哀鸣 惊吓到了旁边铁笼上拴着的其他狗 这条街大概有五六百米长 路两边挤满了各种装着狗的车 有几辆车还专门把货斗改成了上下两层的铁笼子 里面装满了大大小小的狗 此时货车前一个拍照的男子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你现在给他们拍照是要干嘛 我收集一些信息 相关的部门去特征下看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一下这样的 谈谈中记者了解到 这个拍照的男子叫郭欣 是一家流浪动物救助中心的负责人 因为最近听朋友说 这里有当街点杀狗的情况 所以今天他特地过来看看 郭欣告诉记者就在距离这里不到三公里的电营村农贸市场里就隐藏着这样一个屠宰场 这个穿蓝色棉服的男子就是这个屠宰场的老板 屠狗学名叫中国原生犬 指那些品种不纯的狗 那么这个老板所说的屠狗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在记者的一再要求下 他同意让我们看看狗 这个小小的半封闭的棚子里边关了大大小小 仅30只狗 让记者惊讶的是 里面竟然还有阿拉斯加犬和鸡毛犬这样的品种狗 而这些都被这个屠宰场的老板说成是屠狗 实际上法律明确规定了 就是动物肉制品这一块是需要检验检验检验 还有相关部门就是通过宰杀的才能食用 但是也没有法律规定猫狗这些东西是不能吃的 所以它就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为什么要去吃它们 我们吃的东西已经很多了 不差这一样啊 这样的尴尬从八年前郭欣开始成立救助基地 一直持续到现在 尤其是2013年4月的那次蓝车救狗 车已经是用干净做成了一个货架 把狗全部关在一个笼子里 然后非常拥挤 当时天气比较渊热 我们已经看到车厢里已经发现有被压死的一些狗 志愿者和车主一直僵持不下 持续了近五天的时间 通过谈判 郭欣不得不支付八万元钱买下这辆车上所有的狗 没有任何法律会支撑我们来 就让它合理放弃吧 希望有人来帮帮我们 250只狗已有近百只死亡 剩余的100多只狗终于被志愿者送往郭欣的基地 把车停到这儿 然后那个我们走一段吧 赵媛媛是一心流浪动物救助基地五个正式员工之一 因为前几天昆明连续下了两场雨加雪 通往山上的道路被冲出了一条沟 给基地员工的补给和狗食都只能靠人搬上去 多数流浪动物救助组织都会选择城乡结合部 甚至是更偏远的乡村落脚 赵媛媛所在的一心流浪动物救助基地 就因为扰民和环境污染问题 八年里搬了七次家 这一次直接搬到了山上 这个占地六十亩的基地 位于昆明市西山区古莲村的大秦山上 现在收养流浪狗六百只 这个耳朵破了 这个怎么弄的 这应该是抓破的 自己挠的 过来山尼我看 过来妈妈看 哎呀 来山尼 我看看 他这个皮肤病时间有点长老不好 待会给你擦药好不好 擦药好不好 这狗叫什么名字 小狗连 就是13年的时候 在安宁救你皮狗 躲在一个小角落 然后把手伸出来搭在我手上 就是他 对就是他 照远远告诉记者 因为狗的数量很多 基地最怕的就是狗生病 尤其是狗瘟和细小病毒 这样的 细小可能就像人类的祸乱病毒吧 又吐又烂 然后死亡率特别高 而全瘟的话就像流感病毒一样的 治疗力也是非常低 而且治疗费用非常大 一般救回来的狗 都要先隔离一周观察 如果没有问题 才可以和其他小伙伴过极体生活 今天是这只小狗在山上的第七天 之前一只好好的 早上突然变血了 昨天他要拉肚子 然后今天我来给他做个测试 有一条很浅的 看出来 那说明他就是 他应该是四小 那很棒 我们待会把他送到山下医院去 然后让他在那里去医院 这已经是他2015年开年后 捡到的第五只得病的小狗了 现在前一到的那四天周围了 能够停过去 就OK了 那叫四天时间 因为生病被丢弃 只是流浪狗形成的两大原因之一 从外面来昆明打工的 觉得小时候蛮可爱啊 过年的时候要回老家了 他就丢大街上了 但是迫于基地的经济压力 目前郭新他们只能 也仅能尽力救助那些 因为生病等原因 有生命威胁的流浪狗 除此之外 郭新的基地还面临另外一个久境 像全国很多流浪动物救助中心一样 一新流浪动物救助基地成立八年 直到现在还没有合法的身份 因为国家的政策的一些限制吧 从八年前开始到现在 一直我们找不到相关部门 作为我们的主管单位 所以一直得不到批复 原来按照云南省社会团体管理办法规定 要成立社会团体 最重要的一点是 必须有业务主管单位 而且业务主管单位 必须是政府职能部门 对于一新流浪动物救助基地来说 注册成为社会团体的最大障碍 便是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 其实面临这个问题的 不仅仅是郭新自己 据了解 目前我国除北京 广东等一线城市放开制度 可以不需要上一级业务主管单位外 其他地区的流浪动物救助组织 也都处于黑户状态 但是依据法律规定 没有合法的身份 就不能接受来自社会的捐款 基地里近千只狗 要吃 要住 要人管 可以说每天睁开眼睛 就是几千块钱的费用 因为好心人 领养等因素 每年狗的数量不尽相同 郭新从2015年1月 基地里600只狗 作为基数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狗每天的饭 是由150公斤的大米 和80公斤的牛肉 煸饺料组成 按照最低批发价 每公斤大米3块6毛钱 每公斤牛肉煸饺料 3块钱计算 600只狗 每天要吃掉780元钱 一个月的伙食费 就要23400元钱 再加上房租 人员工资等一年下来 总费用接近60万元 2008年 在耗尽自己全部资金之后 为了支撑基地的正常运转 郭新卖掉了自己父母的唯一住房 一直到目前现在8年可以看到是没有任何回报 而且是有无限投入的 而我们并不是钱非常多用不完的家庭 所以他们也还是比较反对的 但是没表现出来给我看 还是默默地在支持我 只是我可以感觉到他们压力也比较大 冬天来了 因为近两年 昆明的冬天都会下雪 为了能让基地的狗摄取能量多一些 增加抗寒能力 郭新和志愿者们第二次发起了救助活动 虽然很多人不理解 甚至误解自己救助流浪狗的行为 但是郭新还是想坚持下去 我们人在城市里租房子住 永远不会有家的感觉 其实小狗其实它也一样的 它们跟着我从这里搬到那里 一直在搬家 现在这里挺适合它们产息生存的 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我的努力 把这个地方给买下来 让它们成为真正的家 给它们一个自己永远能够安生的一个地方 那就在我们的采访临近结束的时候 郭新从当地的民政部门得到消息 它的基地也可以像北京武汉等地一样 取得合法的身份了 我们还真是为郭新感到高兴 但是高兴之余 我们也不得不反思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没有检验检疫相关程序 就能够在作坊甚至是当街屠宰 这样的事情谁来管 第二蓝车救狗 一直在爱狗人士的冲动之爱 与高昂的社会成本之间 畸变和博弈 在缺乏规则的灰色地带 我们该如何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给流浪狗一个温暖的家呢 小动物们和我们人类一样 都是地球母亲的孩子 猫和狗更是人类的好朋友 给寂寞的人生增添了无限的温情 爱护小动物就是爱护生命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面对小动物们遭遇的悲惨处境 我们需要法律和技术手段 解决动物保护的一些具体问题 但是我们首先可以做到的是 不虐杀它们 这个跟法律无关 这是一种对生命的爱怜和尊重 是一种起码的文明 如果文明都可以不讲 什么法律保护措施恐怕都是白扯